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又有19.2公里的海防线 官兵们每执行一次全线巡逻 就需要乘停两次 登岛两次 经过陆地边防线五次 通过二级以上边境口岸两次 面对如此复杂的边境线 哨所的官兵们到底如何完成这种特殊的水路两期巡查任务呢 我现在是在广西东兴市北伦河的入海口 这里是我国万里海岸线的终点 也是陆地边防线的起点 每当第一里阳光从这里升起的时候 竹山岗哨所的官兵们就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开始一天的巡逻了 这是目前全群最新兴的巡逻车 安装有先进的电子眼和微波传输设备 每行至一个地方 巡逻车的无线音视频传输终端 都能立即捕捉到周围环境的瞬间变化 并实施上报道迎指挥式 半个小时后 巡逻车到达1354号戒备 这是今天官兵们陆地巡逻的第一站 大概这个线路有多长啊 差不多有30公里了 30公里啊 那整个需要多长时间 整个需要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 报告 我是边防第一连连长张恶新 现正带队组织边境巡逻 现已到达1354号戒备附近 巡逻途中 被发现双方编民非法约接作业 国界标志完好 一切正常 报告完毕 收到 你们辛苦了 请继续巡逻 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异常情况 我们怎么样反馈到总部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平板信息终端 通过战备执行管理系统 将学乐中的实时情况 传输到影指挥室 打开软件系统 对着你所要拍的东西 然后拍摄完毕以后 保存 然后上传到总部里面去 现在就完成了 它那边就立马能接收到 对 那以前呢 以前你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 要想进行这种信息反馈 是怎么进行的 独机向上级报告 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向上推 这种情况 当时的情况要先照相以后 等巡逻完以后 直接带回去的 以前那是很麻烦 就是消息是滞后的 对 自从2011年 邵所建立起了信息化指挥室 配备了新型巡逻车 集群手持机 平板信息终端等 一大批信息化 管边控海装备后 边境巡逻就彻底告别了 前拍照 后逐级上报的落后方式 彻底扭转了 信息反馈滞后的局面 有效地提高了 边境处置的时效性 炎炎烈日 在巡逻间隙坐上车 一边享受着空调送来的 袭袭两风 一边奔赴下一个目的地 这是官兵们执行任务时 最为惊议的事情 而这一切在两年之前 对于他们来说 还只是个奢望 没有巡逻出之前 都是徒步 都是徒步 传线徒步 有时候在外面驻营 还需要驻营 必须驻营 因为你今天注意巡逻 传线巡逻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走一半的情况下 我们就在那地方已经天黑了 就必须要驻营 在干年驻营 有时候徒步最远的时候 我们达到三十公里 然后特别是在这种大夏天 背上身上这些装备 就非常的热 热的时候我们的军场都中暑 中暑 对 中暑 军前中暑是什么呀 军场中暑就是它就不走了 晕倒了那种状况 就晕倒了 就走不动了 狗还会晕倒 会 所以我们到时候 晕倒以后我们把它砍回来 把狗扛回去 是 周军是个有着十六年兵龄的老兵了 在邵所也已经摸爬滚打了十三年 虽然没有亲历过腰别砍刀 尖背缆绳 手提马灯巡逻的艰难日子 但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年 边境线的变化 我们九几年巡逻的时候 全部是这种马路 不叫公路 马路 当时那个村民 这里的人也很少很少 但是有些人种果的 他就用那个马车 修出来的马车 马路 是02年的时候 国家在这里搞了一个边缓大会战 从这里一直到重座 环线的南边公路都修好了 所以我们的巡逻 现在的巡逻比以前的巡逻相对舒服点 很快巡逻车就到达了中越陆地边境的最后一站 1369号戒备 这里也是国家二级通商口岸 东兴口岸的所在地 巡逻国门 让人不由地生出一分庄严之情 不远处的中越有一大桥就位于两国的边境分界线上 每天往来贸易的人们频繁奔波于桥的两端 也享受着国门卫士带来的安宁 下午16点整 北轮河水位开始上站 州军驾驶巡逻艇和战友们 迅速奔赴目的地水域 将对1377以及1378号戒备及附近水域 进行重点巡查 巡逻艇乘风破浪 然而舱内却没有一丝海风带来的良意 现在这个温度能高达多少度 54度到55度 54到55啊 如果含星起来的话 有风进来的话 可以站到45度 最热的时候 如果刚刚进到餐里面的话 可能真的是达到60度 60度 我们现在准备提示 我把楼梁转放下去 自从来到竹山港哨所 州军就一直在担任船艇驾驶员 这艘966A型巡逻艇 是哨所2007年刚刚够近的 具备海上导航 雷达 125个电台 以及通信等多种功能 确保在发生异常状况时 官兵能够及时发现 并反馈总部 为了能够更好的操作巡逻艇 州军查阅了大量资料 自学掌握了维修保养等多种技能 我们现在马上要到的是哪个戒备 1377号戒备 1377 你看按我们厂里说 两点之间直线最近 我们现在为什么 我感觉是朝它的右侧在行驶 如果我们想安全的靠近戒备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绕行 在戒备的周围全部都是礁石 对船的航行会造成危险 所以要绕道 是的 由于1377和1378号戒备 均坐落于沙石和岛礁上 水位低的时候 官兵们只能先乘坐冲锋舟 然后涉水登上戒备进行巡查 风浪大的时候船体剧烈摇晃 官兵们根本无法登到 这老师把上拿 这老师把上拿 慢点 抓住这个感觉 好 巡查 主要巡查什么内容 看看戒备的完好绿 然后看师傅 还需要轻易进步维护 记住一下保养 好 哎呀 我今天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船在海上颠簸 是什么感觉啊 是是是 你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很习惯 就如履平川的那种感觉了 习惯了 拴好了吗 拴好了 拴好了啊 上去是吧 我也上去一下 来我帮你拿着 过来吧 等一下我帮你拉着这里 我拉着它不会动的 你上吧 你该该踩的位置 不是我腿够不着 踩我的腿上吧 不行踩你腿上 我不带 没关系 没关系 不是你还是这样吧 对对对对 哎呀 好惊险呢 来 我的我的武器呢 武器要带上 拿好呢 好 妈呀 等会上去再说 哎呀 这个算是单立碑吧 对单立碑 因为这边是中文 那边是粤文 哦 那这个从水面上说 它这个界线是怎么来区分 以它为界点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以两块界碑的 分段直线为界 分段直线 对 就是两块界碑 两点之间也就是 对对 两点之间 哦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红线 对对 这就像一个国际线一样 一个水上国际线 然后所以说 从我们从这边看过去 那么自己 以这个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 那么北侧 就是我放领土 南侧 就是越航领土 现在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中越陆地边界的 最后两块界碑 1377和1378 然后再从1378 往前走 5.239公里处的位置 就是中越北部湾的 领海分界线 第一界点 再往处地走 就是北部湾 北部湾往上走 就是南海 1377和1378号 两块界碑 犹如钢钉一般 矗立在水中 也昭示着 它的神圣不可侵犯 下午5点 为了避免搁浅 州军驾驶巡逻艇 在退潮前 返回了驻地 北轮河河道的巡查任务 只能到第二天 再完成了 北轮河河道是中越两国的分界河 水上国界并不像陆地边界那样静美分明 它会随着水位以及航道的走势而发生变化 所以对北轮河河道的巡查 也是整个水上巡查任务中 单独最大的 就是海上巨罗的时候 我们是靠什么来保证我们不越界 现在我们基本上 就用北斗GPS 单载行动机进行议 就视频 就进行导航 船林导航 可以制定边际线 制定韩线 这样沿着这个边际线 边际制定的韩线 沿着这个红色的韩线 我们一般是五国越界的 那如果越界的呢 如果越界的话 船艇它有自动报警功能 但越界的时候它会自动报警 上面的船只比下面的船只 还要多几倍 长眼道 国门无小事 为确保河道巡查的万无一失 周军曾驾船从东兴口岸的友谊桥 边航行边做记号 哪里有暗礁 哪里有浅滩 都做到了然于心 因此它也有了一个 人工GPS的绰号 即便如此 每次巡查河道 它仍然是小心翼翼 就我现在这个驾驶 驾了十几年的船的人 排到这个电河里面 我都捏把冷汗呢 是吗 这样 前面的船是偷边 接飞接飞接飞 往上面留点点 更更窄 建河的原来的次序还是比较 不过现在就是这个 船只比较多了 这个次序就有点乱了 所以在这个 航行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经常遇到 这个船啊 造成威胁啊 或者先转啊 巡逻艇在拥挤的过往船之中 渐渐接近河道的尽头 周军的游刃有余 也让记者高度紧张的神经 渐渐放松下来 我们现在要回了吗 我们现在要回了吗 回了 现在回了 我们每次巡查主要是 巡查什么呢 巡查这个河道的两岸的设施情况 首先第一点 在河道的两岸 不能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违法 或者违规的一些建筑 所以像这些建筑 必须一律 一律太足 而且在 他们在修建河道的过程中 不能改变这个河道的流向和走向 就在巡逻艇即将驶离河道时 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 我们为什么要靠啊 检查一下螺蜴卷 这个垃圾太多了 这个螺蜴卷被绞到了 有速度提不起来 好 这个检查螺蜴卷 好 什么绳子 绳子 平时就是这种螺蜴匠 被异物缠绕的情况多吗 多 上队河基本上 上来的话要尝个脸三次吧 经常是这样靠岸 临时靠岸 临时靠岸 然后排除 故战 螺蜴匠被异物缠绕 对周军和战友们来说 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了 在水上巡逻 可怕的不是机器失灵 而是和哨所失去了联系 两年前官兵们就曾在附近的水域 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遭遇 当时气象预报报告的话 台风的话应该是十二级台风 从樊胜港登陆 但是那天我们出到大海里面去执行特殊任务 但是我们是预计十一点钟就返航 但是台风是十一点半登陆 当我们死到我们执行的海域的时候 执行这个海域的时候 我们的发动机坏了一台 然后返回的时间就耽误了 所以在海上就遇到了这个 这个台风刚好登陆的时候 登陆的时候就是这个大雨啊 哇大风啊 下大雨啊 还有个天很黑黑的 然后我们在海上整整飘了一天多 包括我的其他的我的机电兵 还有我的暴雾兵都晕了 都晕船了都躺着船上不能动了 当时只有我和我那个艇长两个人 在上面就是清醒的 因为我们两个这个精神啊 它集中在一个点 就是说要返回来 一定要回到码头 我们有这个意志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没有晕船 当时我们的艇没有GPS定位吗 当时我们的船还没有安装这个GPS 原来原有的是北斗导航系统 北斗导航系统的话 当时的话因为风浪太大 然后就失灵了 包括我们的雷达 因为当时我要在驾驶台超做 我离不开驾驶台 我就安排他们去把机器修好 因为警察风浪大 然后他们在机场里面待了差不多半天吧 都没有修好 周军只好让船熄火 任意他随风飘弹 而自己则下到机舱里去抢修 在那个很大的风浪当中 就维修东西就很不方便的 人站不稳 在那个船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机船比较狭小 那个人站到里面的话 拿那个帮手啊干什么 都不好使用 因为那个风浪大嘛 那个脑袋也 这个脑袋碰了好多包出来 在那个机船里面 碰来碰去 后面我们修好用 我们就高速 可以高速了 高速我们就回来了 回来又 但是我们手掌都很高兴 所以我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自从有了这艘现代化的巡逻艇 被困海上的窘境 早已经成为了历史 那你在这个河道走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学会粤语啊 简单的 因为我们简单的会说几句 比如说你现在最熟悉的那句话 粤语 最熟悉的 总体当然 公外品餐 什么意思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周军说 徒步巡逻魔破的双脚 交扬自火下的汗流加倍 水中巡查时的飘摇不定 这些构成了少所生活的全部 两儿每当行经案边 看着同胞们微笑着 向自己和战友们挥手致意时 他总能感到 不以养表的自豪和满足 五十多度的高温 狭小而且充施着浓烈汽油味的船舱 让信实淡淡 不会晕船的我 上庭不久就败下阵来 悬晕 恶心 眼睛和脸都仿佛肿了似的 只好匆匆结束了第一天的拍摄 如果没有这次经历 或许我永远不会真正体会到 少所官兵常年漂泊海上的不义 更不会懂得 每次巡逻回来 周军脸上的笑 为什么会那么开心 从最初的茅草屋到现在的别墅 从木筏子到巡逻艇 从望远近到电子眼 周军见证了少所的惊喜变迁 也在这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他前后三次放弃了 到地方工作的大好机会 选择继续坚守在少所 周军说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在经历了这十几年的 风风雨雨之后 自己和少所已经分不开了 虽然不知道周军 还能够在这里待多久 我们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还能够看到他 家庭乘风破浪的矫健身姿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恶劣天气 清闲小道 致命独虫 行走十万大山 慢慢前路 多少凶险未知 鞋底磨穿一百余霜 环绕赤道一圈有余 坚守中越边境 22年 如何一路走来 拖着病腿走边疆 割舍亲情 守哨索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讲述 边境 守